臺東在下午發生 瑞士規模六點八的地震 原本傳出東里戰 越臺崩塌 壓倒了四二零次自強號 不過臺鐵剛剛更新訊息 是雨鵬掉落 導致了自強號出軌 旅客大約二十人 已經離開車廂了 現場狀況如何 請孫慧娟記者來告訴我們 先主播透過畫面 可以看到車站內 只有雨鵬掉了下來 自強號的列車 有車廂是青島卡在鐵軌上 看起來真的是出目驚心 也因此一度傳出有遊客受困 還好後來是陸續脫困 我們先來聽聽脫困旅客的說法 因為整個車廂都清洗了 是喔 你怎麼出來的 我啊 在列車長的 跌倒下 然後從那個車窗 搭梯子下來 有沒有下套還是什麼 有 好下喔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花蓮東里車站 在下午兩點四十四分的時候 發生了瑞士規模六點八的地震 台鐵也因此傳出災情 原本台鐵通報呢 在東里站裡頭 因為月臺崩塌壓到了420次的自強號 後來經過調查確定東里站月臺是遮雨棚掉落 撞擊到了420次的自強號導致出軌 有三節的車廂因此傾斜 車內大約有二十名的旅客呢是一度受困 還好後來全員都救出了沒人受傷 我們來聽聽台鐵人員說法 真的搖 整個車上都搖到這樣啊 搖到這樣 火車就整個翻掉 那時候車上有多少乘客啊 差不多十八到二十個 十八 有人受傷 沒有沒有沒有 也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意外 台鐵局表示目前呢 線路是不通的 也已經啟動了公路接駁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先將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